若寒福音 第一章 施洗若寒為真光作見證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做的, 犯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做的。 生命在他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裏, 黑暗卻不接受光。 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裏猜來的, 名叫約翰。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 就是為光作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那光是真光。 照兩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藉著他做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像他們權兵。 作上帝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 也不是從仁義生的。 乃是從上帝生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匆匆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因典真理。 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約翰為他作見證。 哭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 哪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約翰證明自己不是基督。 約翰所作的見證。 記在下面。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 猜濟師和利美人。 到約翰那裡。 問他說。 你是誰? 他就明說。 並不隱瞞。 明說。 我不是基督。 他們又問他說。 這樣你是誰? 是以利亞嗎? 他說。 我不是。 是那先知嗎? 他回答說。 不是。 於是他們說。 你到底是誰? 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 你自己說。 你是誰? 是誰? 他說。 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塞亞所說的。 那些人是法利塞人猜來的。 他們就問他說。 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以利亞。 也不是那先知。 為什麽施洗呢? 約翰回答說。 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 是你們不認識的。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 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這是在約但何愛。 百大尼。 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見證。 上帝的高揚。 次日。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 就說。 看啊! 上帝的高揚。 除去世人醉業的。 這就是我曾說。 有一位在我以後來。 反省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認識他。 如今。 我來用水施洗。 唯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約翰又作見證說。 我曾看見聖靈。 彷彿甲子從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認識他。 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 對我說。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我看見了。 就證明這是上帝的兒子。 約翰的兩個門徒跟從耶穌。 再次日。 約翰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 他見耶穌行走。 就說。 看啊! 這是上帝的羔羊。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 就跟從了耶穌。 耶穌轉過身來。 看見他們跟著。 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什麼? 他們說。 拉比在那裡住。 拉比翻出來。 就是夫子。 耶穌說。 你們來看。 他們就去看他在那裡住。 這一天便與他同住。 那時。 若有身靜了。 聽見約翰的話。 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抓著自己的哥哥西門。 對他說。 我們遇見美塞亞了。 美塞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要稱為基法。 基法翻出來就是彼得。 照肥力。 拿彈葉為門徒。 又次日。 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見肥力。 就對他說。 來跟從我吧。 這肥力是白塞大人。 和安德烈比德同城。 肥力抓著拿彈葉。 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 和眾先知所記的哪一位。 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失的兒子。 拿撒勒人耶穌。 拿彈葉對他說。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 肥力說。 你來看。 耶穌看見拿彈葉來。 就指著他說。 看啊。 這是個真意識烈人。 他心裡是沒有鬼詐的。 拿彈葉對耶穌說。 你從哪裡知道我呢? 耶穌回答說。 肥力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了。 拿彈葉認耶穌為上帝之子。 拿彈葉說。 拉彈葉,你是上帝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穌對他說。 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 你就相信嗎? 你將要看見比者更大的事。 又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上帝的事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身上。 第二章。 耶穌在加拿變水遺酒。 第三天。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親的賢籍。 耶穌的母親在那裡。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父席。 酒用盡了。 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說。 母親。 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母親對用人說。 他告訴你們什麼。 你們就作什麼。 朝猶太人潔淨的規矩。 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 每口可以剩兩三桶水。 耶穌對用人說。 把缸倒滿了水。 他們就倒滿了。 直到缸口。 耶穌又說。 現在可以曉出來。 送給管然直的。 他們就送了去。 管然直的常了那水便的酒。 並不知道是哪里來的。 只有曉水的用人知道。 管然直的便叫新郎來。 對他說。 人都是先擺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跡。 是在加里里的加拿行的。 顯出他的榮耀來。 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這是以後。 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王門徒。 都下加伯農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幾日。 結靜聖殿。 有太人的如意接近了。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見店裡有賣牛羊甲子的。 並有兌換銀錢的人。 坐在那裡。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 把牛羊都趕出殿去。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 推翻他們的桌子。 又對賣鴿子的雪。 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付的殿。 當作買賣的地方。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雪。 我為你的殿。 心裡照急。 如同火燒。 耶穌以殿。 被幾身。 因此。 猶太人問他說。 你記作這些事。 還顯什麼神職給我們看呢? 耶穌回答說。 你們拆毀這殿。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猶太人便說。 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 但耶穌這話。 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 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 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如月節的時候。 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職。 便信了他的命。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為他知道萬人。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 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第三章。 耶穌與尼哥底母論重生。 有一個法利賽人。 名叫尼哥底母。 是猶太人的觀。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 說。 拉比。 我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裡來作師父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職。 若沒有上帝同在。 無人能行。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上帝的國。 尼哥底母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無福生出來嗎?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從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 就是靈。 我說。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稀奇。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 也是如此。 你哥底母問他說。 怎麼能有這事呢? 耶穌回答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還不明白這事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我們所說的。 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所見證的。 是我們見過的。 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 你們尚且不信。 若說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從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摩世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他的都德永生。 上帝愛世人。 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德永生。 因為上帝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命。 作惡的行光。 光來到世間。 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 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 就是在此。 犯作惡的。 便恨光。 並不來就光。 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但行真理的。 必來就光。 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耶穌和約翰施洗。 這是以後。 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地。 在那裡居住施洗。 約翰再靠近撒冷的哀亂也施洗。 因爲那裡水多。 眾人都去受洗。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慮。 約翰的門徒。 和一個猶太人辯論潔淨的禮。 就來見約翰說。 拉比。 從前同你再約但何愛。 你所見證的那位。 現在施洗。 眾人都往他那裡去了。 約翰說。 若不是從天上刺的。 人就不能得什麼。 我曾說。 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 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 取辛苦的。 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 就甚喜樂。 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 他必興旺。 我必須未。 信者能得永生。 從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從地上來的。 是屬服地。 他所說的。 也是屬服地。 從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 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 那領受他見證的。 就因賞因。 證明上帝是真的。 上帝所猜來的。 就說上帝的話。 因爲上帝設聖靈給他。 是沒有限量的。 父愛子。 以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信者的人有永生。 不信者的人得不著永生。 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 第四章。 耶穌與薩瑪利亞婦人談到。 主知道法利塞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洗。 比約翰還多。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 乃是他的門徒施洗。 他就來了猶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須經過薩瑪利亞。 於是到了薩瑪利亞的一座城。 名叫罪家。 靠近雅閣給他兒子約失的那塊地。 在那裡有雅閣井。 耶穌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時若有五正。 有一個薩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耶穌對她說。 請你給我水渴。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薩瑪利亞的婦人對她說。 你幾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薩瑪利亞婦人要水渴呢? 原來猶太人和薩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賜。 我對你說給我水渴的是誰。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婦人說。 先生。 沒有打碎的器具。 井又深。 你從哪裏得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雅閣。 將這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和兒子並生畜。 也都喝這井裡的水。 難道你給他還大嗎? 喝主所賜之水。 永遠不喝。 耶穌回答說。 凡喝這水的, 還要再喝。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喝。 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全員, 直湧到永生。 婦人說。 先生。 請把這水賜給我。 叫我不喝。 也不用來這莫軟打水。 耶穌說。 你去叫你丈夫也盜這女來。 婦人說。 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 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你現在有的。 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 婦人說。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 你們倒說。 應當禮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須用心靈誠實拜父。 耶穌說。 婦人。 你當信我。 時後將到。 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們所拜的。 你們不知道。 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時後將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上帝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婦人說。 我知道。 美賽亞。 就是那稱為基督的。 要來。 他來了。 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耶穌說。 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當下門徒回來。 就欺其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 只是沒有人說。 你是要什麼? 或說。 你為什麼和他說話。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裡去。 對眾人說。 你門內看。 有一個人將我掃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 莫非這就是基督嗎?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耶穌以進行父義為食物。 這期間。 門徒對耶穌說。 拉給請吃。 耶穌說。 我有食物吃。 是你們不知道的。 門徒就彼此對問說。 莫非有人拿什麼給他吃嗎? 耶穌說。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猜我來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功。 你們喜不說。 到收割的時候。 還有四個月嗎? 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 庄家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公家。 積蓄五谷度榮生。 叫殺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俗語說。 那人殺種。 這人收割。 這話可見是真的。 我猜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 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那城裡有好些撒馬利亞人信了耶穌。 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 他將我掃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 於是撒馬利亞人來見耶穌。 求他在他們那裡住下。 他便在那裡住了兩天。 因耶穌的話。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對婦人說。 現在我們信。 不是因為你的話。 是我們親自聽見了。 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耶穌在本地無人尊敬。 過了那兩天。 耶穌來了那地方。 往加利利去。 因為耶穌自己作過見證說。 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 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人既然看見他在耶路撒冷過節所行的一切事。 就接待他。 因為他們也是想去過節。 依大神之子。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就是他從前變水遺走的地方。 有一個大神。 他的兒子在加伯農患病。 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 就來見他。 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 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 耶穌就對他說。 若不看見神跡其事。 你們總是不信。 那大神說。 先生。 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 就下去。 耶穌對他說。 回去吧。 你的兒子活了。 那人信耶穌所說的話。 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時候。 他的伯人仍見他。 說他的兒子活了。 他就問什麼時候見好的。 他們說。 昨日未時熱就退了。 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 你兒子活了的時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這是耶穌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跡。 是他從猶太回去以後行的。 第五章。 醫好三十八年之病者。 這是以後。 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旗。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陽門。 有一個池子。 希伯來話叫作不是大。 旁邊有五個郎子。 裡面躺著核眼的。 徐腿的。 血氣枯乾的。 許多病人。 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搞凍那水。 水凍之後。 誰先下去。 無論害什麼病就存餘了。 在哪裏有一個人。 病了三十八年。 耶穌看見他躺著。 知道他病了許久。 就問他說。 你要存餘嗎? 病人回答說。 先生。 水凍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 我正去的時候。 就有別人給我先下去。 耶穌對他說。 起來。 拿你的玉子走罷。 那人立刻傳遇。 就拿起玉子來走了。 。 猶太人。 猶太人。 摘耶穌。 犯安息日。 那天是安息日。 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 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玉子是不可的。 他卻回答說。 那使我存餘的。 對我說。 拿你的玉子走罷。 他們問他說。 對你說拿玉子走的。 是什麽人。 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 因爲那裡的人多。 耶穌已經躲開了。 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 對他說。 你已經傳遇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 使他傳遇的是耶穌。 所以猶太人迫白耶穌。 因為他在安息日作了這事。 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 所以猶太人愈發想要殺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並且稱上帝為他的父。 將自己和上帝當作平等。 尊敬子如尊敬父。 耶穌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只憑著自己不能作什麼。 唯有看見父所作的, 只才能作。 父所作的事, 只也照樣作。 父愛子, 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 只給他看。 還要將比者更大的事, 只給他看。 叫你們欺其。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 使他們活著。 只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著。 父不審判什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於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猜子來的父。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那聽我說, 有信猜我來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事後將到, 現在就是了。 死人要聽見上帝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兵。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稀奇。 事後要到, 凡在墳墓裡的,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 就出來,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什麼, 我怎麼聽見, 就怎麼審判。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 我的見證就不真。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 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你們曾警察到約翰那裡, 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其實我所受的見證, 不是從人來的。 然而我說這些話, 為要叫你們得救,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 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 因為父交給我, 要我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作的事。 這便見證我是父所猜來的。 猜我來的父, 也為我作過見證。 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 也沒有看見他的形象。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 因為他所猜來的, 你們不信。 聖經為耶穌的證據。 你們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女來得生命。 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但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上帝的愛。 我奉我父的命來。 你們並不接待我。 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命來。 你們倒要接待他。 你們互相受榮耀。 卻不求從獨一之上帝來的榮耀。 怎能信我呢? 不信摩西, 怎能信主。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 有一位告你們的。 就是你們所養賴的摩西。 你們如果信摩西, 也必信我。 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 怎能信我的話呢? 第六章。 吸五千人吃飽。 這是以後, 耶穌渡過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亞海。 有許多人, 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跡, 就跟隨他。 耶穌上了山。 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 那時猶太人的魚與接近了。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 就對肥力說, 我們從那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 他說這話, 是要試驗肥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肥力回答說,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各人吃一點, 也是不救的。 有一個門徒, 就是西門比德的兄弟安德烈。 對耶穌說,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 帶著五個大麥餅, 兩條魚, 只是分給這許多人, 還算什麼呢? 耶穌說, 你們叫眾人坐下, 原來那地方的草多。 眾人就坐下, 數目約有五千。 耶穌拿起餅來, 足謝了, 就分給那助著的人。 分如也是這樣, 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他們吃飽了。 耶穌對門徒說, 把聖下的零碎, 收拾起來, 免得有糟撻的。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 就是眾人吃了聖下的, 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跡, 就說, 這真是乃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 強逼他作王,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耶穌離海。 到了晚上, 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上了船, 要過海往嘉白濃去。 天已經黑了。 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裡。 忽然狂風大作, 海就翻騰起來。 門徒搖路約行了十里多路。 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 漸漸近了船, 他們就害怕。 耶穌對他們說, 是我, 不要怕。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 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日, 站在海那邊的眾人, 知道那裡沒有別的船, 只有一隻小船。 又知道耶穌沒有跟他的門徒上船, 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然而有幾隻小船, 從提比利亞來, 靠近主捉謝後, 分餅給人吃的地方。 當為永生的食物勞力。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 都不在那裡, 就上了船, 往嘉白濃去找耶穌。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 就對他說, 拉比, 是幾時到這裡來的。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見了神跡, 乃是因吃餅得飽。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 要為那全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因為人子是父上帝所認證的。 眾人問他說, 我們當行什麼, 才算作上帝的功呢? 耶穌回答說, 信上帝所猜來的, 這就是作上帝的功。 他們又說, 你行什麼神跡, 叫我們看見就信你, 你到底作什麼事呢?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馬那。 如經上寫著說, 他從天上賜下量來給他們吃。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那從天上來的量, 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 那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量賜給你們。 因為上帝的量, 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 像生命給世界的。 耶穌為生命的量。 他們說, 主啊, 上將這量賜給我們。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量。 到我這裏來的, 必定不我, 信我的, 永遠不渴。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 你們已經看見我, 還事不信。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 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 我總不丟棄他。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差我來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賜給我的, 叫我一個也不失落, 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因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猶太人以論主。 猶太人因爲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量, 就私下以論他。 說, 這不是若失的兒子耶穌嗎? 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 他如今怎麼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耶穌回答說, 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 到我這裏來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 他們都要蒙上帝的教訓。 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 就到我這裏來, 這不是說。 有人看見過父, 唯獨從上帝來的, 他看見過父。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糧。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 我就是馬那, 還是死了?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人若吃這糧, 就必永遠活著。 我所要賜的糧, 就是我的肉, 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因此, 猶太人彼此爭論說, 這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 永活的富, 怎麼猜我來。 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吃這糧的人, 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 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 加伯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主的话是灵 是生命 他的门徒中 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堂华你们看见人子 声道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欲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彼得认耶稣 为上帝的圣者 从此 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简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 家略人西门的儿子又大说的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女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第七章 这事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接近了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想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阳明星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者话 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正他们所作的事是恶的 你们想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想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门 耶稣说了这话 仍旧住在加利利 众人为耶稣分分以论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节旗 犹太人寻找耶稣说 他在哪里 众人为他分分以论 有的说 他是好人 有的说 不然 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 讲论他 因为怕犹太人 到了节旗 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哪差我来者的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旨以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上帝 或是我憑着自己说的 人憑着自己说 是求自己的荣耀 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宜 不可按外貌 定是非 魔妻岂不是全律法 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 守律法 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众人回答说 你是被鬼附着了 谁想要杀你 耶稣说 我作了一件事 你们都以为稀奇 摩西全国礼给你们 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 乃是从祖先起的 因此 你们也在安息日 吸人行国礼 人若在安息日 受国礼 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我在安息日 叫一个人 全然好了 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外貌 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平 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 有的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 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 难道观长真知道 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 这个人从哪里来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大声说 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 但那猜我来的是真的 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因为我是从他来的 他也是猜了我来 打法猜疫 祝拿耶稣 他们就想要祝拿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道 但众人中间 有好声信他的 说 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塞人听见众人 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 祭司掌和法利塞人 就打法猜疫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 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 当来就耶稣 节旗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学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学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刺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位的后裔 从大位本乡百利行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恩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 只是无人下手 没有人像耶稣说话 差役回到祭司掌和法利赛人那里 他们对差役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役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赛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 岂有信他的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座的 内中有尼哥底母 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 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 就可知道 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第八章 那任父来问难主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民事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行淫时 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 被拿的 摩世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 乃是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纸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 又弯着腰 用纸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患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不要再犯罪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妇人 哪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呀 没有 耶稣说 爱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主是世界的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法利塞人 对他说 你是为自己作见证 你的见证 不真 耶稣说 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 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 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 患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作见证 患有差我来的父 也是为我作见证 他们就问他说 你的父在哪里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父房 教训人士所说的 也没有人拿他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不认识的必死在罪里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要去了 你们要找我 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说 他说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难道他要自尽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 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认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他们就问他说 你是谁 耶稣对他们说 就是我从起初 所告诉你们的 我有许多事 讲论你们 判断你们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 所听见的 我就全给世人 他们不明白 耶稣是指着腹说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作的 我说这些话 那是照着腹所教训我的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尝作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信他 真理叫人得以自由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博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博 奴博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 你们所行的 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上帝 出于上帝的 必听上帝的话 耶稣说 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事出于上帝 也是从上帝而来 并不是犹着自己来 乃是他差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方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方的 也是说方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上帝的 必听上帝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鬼附着的 这话起不正对吗 耶稣说 我不是鬼附着的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倒轻万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 定是非的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犹太人对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 亚伯拉罕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尝死未 难道你给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 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上帝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 我就是说坊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 从殿里出去了 第九章 伊好生来核眼的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核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核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作那猜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作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套堕没在地上 用堕没和泥没在核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持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凤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轮舍 我那掃尚见他是土犯的 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坐着土犯的人吗 有人说 是他 又有人说 不是 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 是我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和泥没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持子去洗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他们说 哪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法利塞人 盘问 医好的核子 他们把从前核眼的人 带到法利塞人哪里 耶稣 耶稣和泥 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日 法利塞人 也问他是 怎么得看见的 核子对他们说 他把泥没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法利塞人 中有的说 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 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核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 试过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核眼 后来能看见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核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核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 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 这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 他父母说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核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核的 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说 他向你作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上帝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上帝 遵行他旨意的 上帝才听他 从创西以来 未曾听见有人把 生来是核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 什么也不能作 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在罪业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收留 他说的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核了眼 同他在哪里的法利赛人 听见者话 就说 难道我们有核了眼吗 耶稣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核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第十章 羊圈的比喻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倒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木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 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 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主是羊的门 所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 都是财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道策来 无非要偷竊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主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写命 若是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羊 并且我为羊写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并舍了 也有权并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 又起了纷争 内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着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附之人 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核子的眼睛开了呢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 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 所罗门的浪下行走 犹太人为着他 说 你叫我们猶疑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作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奪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奪去 主与父缘为一 我与父缘为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打他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从父显出 许多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哪一件 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 拿石头打你 是为你说浅忘的话 又为你是个人 反将自己当作上帝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 岂不是写着 我曾说 你们是神吗 经上的话 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上帝度的人 尚且称为神 父所分别为圣 又差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 你说浅忘的话吗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 你们纵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 叫你们又知道 又明白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 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耶稣又往若但何外去 到了若汉起初施洗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他们说 若汉一见神迹没有行过 但若汉指着这人 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 就多了 第十一章 耶稣听见拉撒路并了 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撒路 住在白大尼 就是玛利亚和他 姐姐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 那用香膏没主 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 是他的兄弟 他姐妹两个 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并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并不止于死 乃是为上帝的荣耀 叫上帝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马大 和他妹子 并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并了 就在所居之地 迎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罢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往哪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百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百日走路 就不自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欲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 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 拉撒路碎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 主啊 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 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 是说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的 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 往他那里去罢 多马 又称为底土马 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罢 福活在主 耶稣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白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若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 马大和马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 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 上帝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福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暗暗地叫他妹子 马利亚说 父子来了 叫你 马利亚听见了 就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 耶稣怀没有进村子 仍在马大 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 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 那里去哭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 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哭了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憂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狠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核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 主 叫拉撒路復活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尝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猜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作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见 法利塞人的 将耶稣所作的事 告诉他们 法利塞人用计 要害死耶稣 祭司掌和 法利塞人聚集公会 说 这人行好些神职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犹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奪 我们的地土 和我们的百姓 内中有一个人 名叫该亚法 本年作大祭司 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 独不想一个人 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他这话 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 所以预言 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 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连 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 犹太人的如意接近了 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结正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 暂在殿里彼此说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不来过节吗 那时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早已吩咐说 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 就要报名 好去拿他 第十二章 马利亚用香膏没煮 如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白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言直 马大自后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马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高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买耶稣的家略人由大 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制穷人呢 他说这话 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财 又带着前郎 尝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说 由他罢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 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会去信了耶稣 主骑奴进耶路撒冷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子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 出去迎接他 喊着雪 和撒那 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清重的 耶稣得了一个奴区 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的说 石安的闻呀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奴区来了 这只是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舍的 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作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法利塞人彼此说 看啊 你们是徒劳无益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那时 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欺利利人 他们来见 加利利白菜大的肥力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肥力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和肥力去告诉耶稣 耶稣向百姓没了的讲论 耶稣说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愿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命 当时 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命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 就说 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主要吸引万人归己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 愿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众人回答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只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患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面得黑暗临到你们 哪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应验以赛亚的预言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 隐藏了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主的傍秘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核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 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虽然如此 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 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回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上帝的荣耀 信子就是信父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说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憑着自己说 唯有猜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说什么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故此我所说的话 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第十三章 耶稣洗门徒的脚 作榜样 如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买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 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 就离直站起来 脱了衣服 那一条手跟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跟擦干 挨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作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了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臭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作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清呼我夫子 清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上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卖人不能大于主 人 猜人也不能大于猜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 如子 埋他的人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要应验经常的话 说 同我吃饭的人 用脚踢我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猜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猜遣我的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忧愁 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门徒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有一个门徒 是耶稣所爱的 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 主是指着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世靠着耶稣的空堂 问他说 主啊 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占一点饼给谁 就是谁 耶稣就站了一点饼 帝给家略人西门的 儿子尤大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作的快作吧 同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 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有人因犹大 带着前郎 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什么州制穷人 犹大寿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了 主赐一条新命令 他寄出去 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似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那时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西门彼此相爱的心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写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写命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第十四章 安慰门徒的心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那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马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主为道路 真理 生命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肥力对他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 肥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哪是住在我里面的 父作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作的事 信我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我所作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作 并且要作 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止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应许赐保卫师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那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仪 我必度你们这里来 患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爱主的 必遵守主道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然 犹大 不是家略人犹大 问耶稣说 主呀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然 不向世人显然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那是猜我来之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以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保卫师 就是父恩我的名 所要猜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 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以后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黄疆道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第十五章 主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犯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尝在我里面 我也尝在你们里面 我尝在我里面 只能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尝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尝在我里面的 我也尝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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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当效法 主的爱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尝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尝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尝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写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 所作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简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奉我的命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恨主者 必恨信主的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 恨你们已先 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差我来的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他们的罪 无可推毁了 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 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连我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 也恨无了 这要应验他们 律法上所写的话 说 他们无故的恨我 但我要重复 那里猜保卫思来 就是重复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作见证 你们也要作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第十六章 我以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 侍奉上帝 他们这样行 是因未曾认识父 也未曾认识我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到了时候 可以想起我 对你们说过了 我岂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保卫思就不到你们这女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寄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主要引导门徒 进入真理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 因我往父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彼此说 他说等不多时 他说等不多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 就说 我说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为这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 爱好 世人岛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苦人生产的时候 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世上 生了一个人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起落了 这起落 也没有人能夺去 靠主命求父 必要得着 到那日 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命 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命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那要将父明明的 告诉你们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命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重复出来的 我重复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 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 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 汉呀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第十七章 分离的祷告 耶稣说了者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呀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刺及他权兵 管你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刺及你 所刺及他的人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猜来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呀 现在求你使我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和你所有的荣耀 你从世上刺及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明显明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刺及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知道 凡你所刺及我的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刺及我的道 我已经刺及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猜了我来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刺及我的人 因他们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贪婚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呀 求你因你所刺及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刺及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现在 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 说者话 是叫他们心里 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 刺及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熟世界 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熟世界 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信主者合而为一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猜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将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猜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 我在那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 你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 我却认识你 这些人也知道你猜了我来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第十八章 道卖和祝那 耶稣说了这话 就和门徒出去 过了吸轮溪 在那里有一个原子 他和门徒进去了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 因为耶稣和门徒 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犹大领了一队兵 或祭司长 并发利赛人的差役 拿着灯笼 火把 兵器 就来到园里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 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 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 卖他的犹大也和他们 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 我就是 他们就退后 倒在地上 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我就是 你们若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要应验 耶稣从前的话 说 你所刺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一个 西门彼得 带着一把刀 就拔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他的右翼 那仆人名叫马勒古 耶稣就对被得雪 收刀入肖罢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拿着耶稣 那对兵和千夫掌 并犹太人的差役 就拿着耶稣 把他捆绑了 先带到阿那面前 因为阿那是本年作大祭司 该阿法的恶苦 这该阿法 就是从前向犹太人 发意论说 一个人替百姓死 是有益的那位 彼得初次不认主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 那门徒是大祭司 所认识的 他就和耶稣 进了大祭司的丸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 那个门徒出来 和看门的事内 说了一声 就令彼得进去 那看门的事内 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 这人的门徒吗 他说 我不是 仆人和差役 因为天冷 就生了炭火 站在那里烤火 彼得也 同他们站着烤火 大祭司 就以耶稣的门徒 和他的教训 盘问他 耶稣回答说 我从来是明明的 对世人说话 我常在会堂和殿里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教训人 我在暗地里 并没有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我呢 可以问那听见的人 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所说的 他们都知道 耶稣说了者说 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 用手掌打他说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证那不是 我若说的事 你为什么打我呢 阿那就把耶稣 戒到大祭司 哥亚法那里 仍是捆着戒去的 彼得二次三次不认主 西门彼得正站着敲火 有人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彼得不承认 说 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削掉以堕那人的亲属 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原子里吗 彼得又不承认 立时 鸡就叫了 众人将耶稣 从哥亚法那里 往衙门内戒去 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染了污蔚 不能吃如月子的现值 彼拉多就出来 到他们那里 说 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 他们回答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 犹太人说 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兵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 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耶稣在彼拉多前受审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 叫耶稣来 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 彼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 把你交给我 你作了什么事呢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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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仆必要争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畏给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彼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者说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如意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黄魔 他们又哭着说 不要这人 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第十九章 弃弄耶稣 当下 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兵兵用荆棘篇作冠冕 带在他头上 带他穿上纸袍 又挨近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黄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纸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哭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 彼拉多听见者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刺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并扮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从此 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 无奈犹太人 哭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该杀的终神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杀了 彼拉多听见者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铺华石柱 希伯来华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座堂 那日是预备如如节的日子 若有五证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汉呀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哭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该杀 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竹楼地 希伯来华叫各各他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彼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使用希伯来 罗马 希利尼三样文字 彼拉多也许多犹太人的祭司 彼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王 彼拉多说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冰冰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女衣 这件女衣 原来没有逢宜 是上下一片即成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黏沟 看谁得着 这要仍然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黏沟 冰冰果然作了这事 将母亲托父若寒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 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罢的妻子玛利亚 和末大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喝了 有一个器名 盛满了草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涌 盛满了草 绑在牛室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躁 就说 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主的骨头 一根 也不截断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施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 拿枪扎他的勒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 就作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截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安放在身坟墓里 这些事以后 有阿里马太人约失 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 就暗暗的作门徒 他来求彼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彼拉多混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哥底墓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抹药和沉香 若有一百斤前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 笨状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 用细麻布加上香料 果好料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原子 原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撞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有因那坟墓近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第二十章 玛丽亚往看坟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末大拉的玛丽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 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那里 彼得和那门彼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彼得比得跑的更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就见西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西麻布还放在那里 有看见西麻布放在一处 是令在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见证主复活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 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妇人 你为什么哭 他说 因为有人把我转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说了这话 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 妇人 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马利亚以为是看完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那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说 马利亚 马利亚就转过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波尼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上帝 见我的上帝 也是你们的上帝 末大拉的马利亚就去 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 这话告诉他们 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勒旁 只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起落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遣了我 我也照样猜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多马不信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 抵土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勒旁 我总不信 多马适议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勒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哪没有看见就信的 又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载这书上 但记者则是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第二十一章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然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然 他怎样显然记载下面 有西门彼得 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 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弹业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 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得满望月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说 你们把网杀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杀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了 因为余心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 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就促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 离岸不远 若有二百爪 就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钢材打的鱼 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雨需这样多 望却没有破 耶稣说 你门内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 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查彼得爱主之心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呀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 对他说 那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呀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蓄上带子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比德要怎样死 荣耀上帝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比德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空堂 说 主啊 买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比德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 存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那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作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门徒 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就不死了 你也知道了 就不死了 那么快去 这门徒不死了 感谢观看